情况下 欢迎新进来家人 没有关注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这边店在美航区 中路1189号主座的车型 宾利劳斯法拉利 南波基金 阿斯特马甸 麦凯伦保时捷 马沙拉地 以及Lexus RM 丰天 Alfa Vilfa 奔驰 全系车子 还有宝马 奥迪奥 还有别克 G18 就是大家如果说是觉得 我现在这一台特货活动 车型的一个79万8万 商务车也超了预算了 又想要一个7座 大家可以考虑一个 平顶的威婷 威婷 我们有的四五十万 还有别克G18 大概二三十万 三四十万 根据不同的一个 内饰配置 欢迎新进 这边家人 然后这里是配备了一个 空气净化器 然后两边是 都升级了一个音响的 一个原本的一个造型 然后侧边呢 这个牧师条 会让整个车子 会有更有一些质感 搭配了一个原有的 一个空调出风 我这里是没有做太多升级 前面呢 有一个吊顶的一个电视 电视是大家可以连接 手机热点 随之WiFi 然后它跟前排的影音系统 是两个独立的 完全独立的一个娱乐系统 就后排我们老板 想看自己的一个电影 左边一个你 右边一个他 咱们隐私窗帘一拉 这电影这票一看 是不是哥哥们心中 有没有乐开了花 欢迎新进来家人 车子空间真的是很大的 大家如果想要大空间的车子 记得后台联系我们好不好 想了解更多的关于商务车的资讯 我们不光有V260 如果说是大家手中有 别克交吧 有奔驰 威廷 或者V260 速车 想要进行同样的 我们豪华系列的升级的后台联系我们 我们可以免费帮您设计出方案 好不好 福日哥 手机快没电了 为什么快没电了 大家把赞赞给我走起来 先来个一百 来一个一万赞好不好 来个一万赞好不好 我发现我太宠你们了 每次不给你们提目标 你们就不去帮我执行 然后二排呢 是这边已经进行了一个180的旋转 它座椅的主要一个操控 通过这边一个触屏的一个操控 这里一个触屏 这里是带一个脚踏吧 一个脚踏吧 另外它有一个小的贴心设计 是一个隐藏的储户物盒 大家可以把自己的鞋子放进去 欢迎新介绍 大家把赞赞给我继续走起来好不好 然后这里呢 是配备了一个小桌板 大家无论是放笔记本呀 放书本呀 或者是像我一样 手机累了 我们把手机放过来 感谢分享 然后放到这边 就都是很方便的啊 家人们 小桌板 人家说以前的小方便子粗又长 现在的小方是要车又要房 如果十次向心九次房 咱们不能次次都怪丈母娘 有了这台好装备 我保准各位单身的哥哥们 相亲事半又功倍啊 你俩还没有被老板换下去 快了 老板在找人了 对 你期待我被换下去是吗 老板已经在找人了 我俩都不是专业的 我俩都是专业的 我们是销售卖车 对 老板希望就是直播状态更专业 但是以后不一定会这么充分了 保姆们 所以你们且看且珍惜好吧 梅子是个宝 错过不好找 然后这里是小桌板的一个拆卸口 可以进行一个安装 就是它是一个螺丝旋钮 旋进去就好了 然后桌板就这样一下安装下去 按压就好了 我就先简单的给它打开啊 就是亲切松松 咱们可以开启一个会议模式 或者是一个娱乐模式 无论你是在这儿我很胖 但是我觉得这个车子可能是因为车子空间大呢 你看做一个我 两个我 三个我 四个我 挤一挤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说是有的各个我会比较胖 身高会比较魁梧 那也三个人正常是没有任何问题 如果说是平时不要坐三个人 我们坐两个人 这里有个扶手也可以放下来 另外这里还有个隐藏的一个储物盒 大家可以放放一些小东西 不方便别人看到的小东西 可以放在储物盒了 家人们 然后顶部后面也是配备了一个空气净化器 一个咱们要想美女成群 得配上这台V260 这台是一个七座通餐设计 三排呢 这里其实也是可以坐三个人的 也是可以坐三个人 就大家把扶手靠背放过去之后 中间再坐一个人也是没有问题 但是稍微来说舒适感肯定没有三电盘的凶器 像我们发哥也辛苦的 你们都不知道体贴人 那这个是三排呢 我坐的三排啊 前面还有两排 第一排是驾驶位 第二排呢是老板座椅 三排呢 当然我们的舒适性也是很强的 这里是有个小的一个储物盒 可以放东西 然后这个腿托是已经升起来的 大家谢谢大啤酒 感谢家人大啤酒 然后这里呢 是配备了一个电动门的一个开关 就是如果你在二排或者是在三排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按钮一按 就很好的能关了 我们的音响呢 升级了是有柏林智生 也有其他的可以进行选择 就大家看你喜欢什么音响 好不好 然后我们的影音系统都是很不错的 然后今天因为没时间 我就没有跟大家把音乐打开 那会我们的号月我是有给大家放的 之前也也放过 想了解的话 如果说你想了解更多 你可以后台跟我们留个言 好比较关于这台车 侧壁搭配了一黑色的钢琴烤漆 然后这里是一个触控瓶 是做一个灯光电器空调 这里呢 还有一个无线充电功能 这台是V260宝泽 喜欢这台车后台留言 私信我们好吗 欢迎新进来家人 也感谢关注 大家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出去 给你更多的兄弟朋友们看 让他了解到我们好的一个商务车 然后这里是关于三排的一个座椅的一个操控 滑轨啊 腿托靠背 是我整个的这样一个空间啊 就如果说是你们想要舒适性更强 有的哥哥是一米八一米九的话 咱们可以把二排座椅进行180的旋转啊 地板咱们是这样子的 一个黑色印花的一个地板 上面配备的 大家看可能有点凌乱 因为有一个PVC的一个透明的脚垫啊 感谢家人们 现场我们在这里是可以配备一个小桌板的 小桌板是可以拆卸的 这台是没有配备 是保留了原有的一个设计啊 原有的一个地板的一个设计 然后腿托是可以升降 可以调节的 蓝波 蓝波你是在上海的呀 然后 然后这里呢 有一个小桌板的预留孔 小桌板预留孔 就是可以安装和小桌板 开启一个会议办公模式啊 来 咱们再看看旁边的额段 内部的空间有所调节 然后这里呢 有雾化玻璃可以升降 如果说你想后排四密性好了 咱把雾化玻璃升起来 可以调节到一个比较舒适的模式是什么 就是我们把后排它有两个独立的一个腿托 两个独立的座椅 它通风价按摩功能都是有的很舒适 像我们刚刚那个三连排那个电动沙发床 它是没有这个三排的腿托功能的 然后这边呢配备了一个是无线的手机充电功能 和一个背拖以及触控面板 触控面板是灯光电器空调以及天窗的一个操控啊 然后这边是一个小的储物盒 小的雲花的这种地板会更加典雅 也是很清新的一种设计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我们选择不同的一个地板的一个设计 然后我这样横着躺